停工48小时后 金元店活速复工 但苗栗的确诊数还在增加 总共有45案 外籍移工的部分有28例 本国的有17例 苗栗新增45例确诊 金元超风 智邦三家科技厂 总共有265名员工确诊 其中外籍移工占了8成 初步的研判 是跟工作族基因的重复而造成的 金元店的移工被送往集中检疫所 苗栗县政府宣布 全线所有移工 除了上下班不得外出 因为确诊数空怕不止如此 日邦超风持续筛减 其中超风的阳性率 已经从1.39%变成2.6% 翻了2.4倍 而金元从快筛阳性率和PCR的数字来看 为阴性的比例竟有25% 还要二次筛减 因为这三家科技厂 苗栗竹南的浦丁里 成为疫情重灾区 县府设了快筛站 但很多里民想筛却筛不到 里长气得满肚子火 现不赶紧承诺丁普优先 除了快筛 现场需要厂也为了疫苗 向中央喊话 中央口口声声一讲 就是这些高科技的企业 是我们台湾的富国神山 高科技他们所需要的疫苗 不要影响到我们整个疫苗的分配 只要疫苗一天没下落 全台的科技园区 就只能人人自尾 就怕成为下一个金元 今天苗栗总和报道